太极拳 各位好 我今天要为各位讲的是 太极拳祖师王宗岳先生 所写的太极拳论 太极拳论 开始的第一句是说 太极者无疾而生 阴阳之母也 动之则分 见之则和 太极拳 这个拳字呢 是指示之词 就是说太极这个东西 所以说太极拳 无疾而生 是说太极这个东西是无疾所生的 而就是所 无疾而生 无疾而生 就是无疾所生 所以太极者无疾而生 就是说太极拳这个太极 它是无疾生 它是无疾生出来的 这句话反过来说呢 就是无疾生太极 无疾生太极 所以太极呢 所以太极呢 是阴阳的母体 就是母体 所以说太极者无疾而生 阴阴阳之则分 阴阳之则分 简单的讲 意思是阴阳 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就是说太极 它如果在动的时候 它分出了阴阳 这是往外走 往更多的地方去走 而址之则分 而敬之则分 就是当太极近的时候 它又回到无疾那边去 所以核了 所以说东之则分是往多处走 静之则和是太极王 原来他的本体去走 所以太极者无极而生 阴阳之母也 动之则分 静之则和 就是说太极他从无极生出来了之后 他自己又分出了阴阳 但是太极他本身 如果他是在动的时候 他就生出了阴阳 但是他静的时候 他又回到无极那里去了 所以太极是一个很重要的转变点 太极这个东西 古时候又说太极就是太一 太极其实就是一 一就是老子说的道生一 一生二 所以说太极他就是一 他从道那里生出来 那么他自己本身又可以变成二 二就是阴阳 所以太极 无极而生阴阳之母也 其实也就是老子说的道生一 一生二 道就是无极 生了太极 太极生了阴阳 所以道生一 一生二 所以王宗岳祖师的太极权论的阴阳学说 其实就是老子学说的另外一种说法 这也是一般民间比较喜欢采取的说法 因为这样的说法比较能懂 如果一般人讲说太极就是一 那么道前面无极就是道 所以道生一 一生二 大家的感觉呢 就没那么强烈了 所以王宗岳祖师就说 他是无极生太极 太极生两仪 就是阴阳 两仪就是阴阳 所以古代呢 太极权的学说 太极的学说 有很多种不同的说法 但是它的来源呢 都是来源于道家的老子 所以我们专门的学说 我们下期就来准备吧 我们下期就来一下